久留在不熊 最久開始 你讓你選擇 這個身體 first is 眉毛 好,我們今天上課前要講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講過小時候發生的故事 比這兩個還重要的 那,假設我們老家其實事實上是在雙溪 就是在,就是在和室旁邊的 所以非常近,小時候騎腳踏車 我就起過覺得,怎麼有人在蓋豪宅那整地 就把整個山都整掉 後來長大才知道說 好,我今天也不小心,現在要蓋個店長這樣 那,所以我是從小看著貢寮是怎麼樣 從,就是全部都是國民黨的天下 突然一夕之間就變成民進黨的天下 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可是這完全不是故事的重點 故事的重點呢,是 那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你們可能從來沒有看過 其實大部分人的洗衣服其實是在 我們家前面有一個池塘這樣 然後池塘事實上會買很多瓶的石頭 然後那個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阿公阿嬤 就是那時候的那個 中年婦女們的Facebook,你知道嗎 她就每一天早上 就套榨,就拿著衣服去那裡 然後就開始找一塊這個石頭 就那個錘,然後就開始洗衣服 然後邊洗就邊聊天這樣 好,這個時代過去 現在聽起來對你們很遙遠 可是這是我小時候真的發生的事 那有一天我們非常不幸 就我小時候當然跟你們現在一樣 就是一定要睡到太陽照 要屁股才會起來這樣 有一天就非常的不幸呢 我就太早起來了 那所有的小孩都還在睡覺 所以就先前沒事做 就跟著我嬸嬸一起去 就是他們洗衣服的地方 那我真的覺得很無聊阿 所以我就開始做很無聊的動作 然後結果自己不小心 因為那個石頭其實很滑 它其實是圍一圈這樣 如果你住鄉下會才看到 就直接滑到那個池旁下面去了 然後就沉下去了 然後那時候小小 結果呢 我嬸嬸就突然可以大叫 那她為什麼大叫呢 因為我爬下去那一天 剛好是 其實我本來有個小表姐 她其實就是因為小時候愛玩 就跌到那個池旁邊去 就淹死了 那一天剛好是 她淹死的日子 所以呢 我的嬸嬸就非常靜止 在那邊一直大叫一直大叫 說怎麼這樣怎麼這樣 然後就開始叫那個我表姐 阿昆阿昆的名字這樣 我們很奇怪 下面有個小孩要死掉 應該是要先把他救起來才可以 然後就跟你們在Facebook上 做的所有事情一樣 就是完全沒有用的 雖然這是實際的Facebook對不對 那大家真的就是 開始這邊大叫 然後可能可以投了起 台灣的民俗還是怎麼樣了 居然沒有人下去救我起來 好 好 這是上面的狀況 待會再跟你們講下面的狀況這樣 後來終於有人就是 騷動我叔叔這樣 那我叔叔很肥 對不起 好害羞 沒有很肥 就是體積比較大 那 後院校這麼快樂是幹嘛 然後只是小小的 所以他一下去之後 其實就幾乎等於拯救了我這樣 他可能把很多的水就排出來這樣 那他是下去 然後就抓我這樣 那我不會游泳 我到現在還不會游泳 聽說浩晨他浩晨 大人也是喜歡天遊夾住 他就抓我聽說我就這樣 就溜到另外一邊去 就跟抓魚一樣 然後跑到另外一邊抓我 然後我又溜掉這樣 還好他沒有跟我審生一樣 就停下來開始討論說 這個一定是什麼 阿姑娘回來討命啊 住此類的這種 很奇怪的習俗這樣 他就很正正的抓 他號稱說他抓了四次 還是五次 終於抓到我 然後把我拎起來 然後我就沒事 對 然後大人們就 然後就 那一天突然對我非常非常很好這樣 那時候其實我在水底下號稱 你看上面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所以很顯然我在下面 就蹭了很久 對不對 那 我看到什麼呢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是看到很多泡泡 那 很神奇的是 我那時候大概應該也很緊張 那 因為緊張 所以緊張到最後就沒有呼吸 那事實上如果撐那麼久 我那時候呼吸應該現在 就不會站在這裡跟大家講科 因為非常緊張就忘了呼吸這樣 然後呢 就不知道在幹嘛 我那時候其實事實上 口是往下看的 就只看到 就很多已經洗在磁床裡面了 就是泡泡這樣 然後我就在泡泡裡面 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所以我就兩隻很粗的大腳 好 那 那 他很顯然其實就是沒有學過 Nevida Stop Equation 所以他事實上 做的圍繞剛好讓我 就真的滑來滑去 所以呢 到最後才終於抓到了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師父 終於在 呃 幾次的場次之後 把我抓起來 那 那 然後我就活下來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呢 就更爆笑 我們家小時候其實很窮 就住在 基隆 那基隆不是像雙雞那麼小的這樣 這樣 可是基隆其實事實上 是所有火車站會停下來的地方 我小時候甚至還寫過 作文歌頌過這件事情這樣 就說 你有曾經住過一個火車站 所有的車到那你就一定要停下來 不然就出軌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嚇肆的 驕傲的一件事情 那更驕傲的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家小時候蠻窮的 所以到處買人家 後來我們就住在鐵路旁邊 那鐵路旁邊很少怎麼住 對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其實事實上是非常 中低收入部 所以我小時候都跟基隆 混在一起這樣 因為那個其實是我們基隆 非常出名的風化區這樣 所以我記得 在我小時候 非常無聊 太陽很大的時候 我有一天突然想到 我如果去鐵軌上面堆石頭的話 你知道 火車會不會出軌呢 於是呢 我就真的去 而且你知道 鐵軌旁邊就完全不缺石頭 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真的蹲到 火車的鐵軌旁邊去 他就開始堆石頭 然後人就是不能做壞事 你做幾個總是會有報應 我就堆堆堆堆堆 就在想說 可是這樣子 火車會不會真的出軌呢 然後我在想說 火車在離這裡又不是很遠 他們應該不會加速到很迷快的樣子 就正在我一猶豫的時候呢 我就回頭發現不太做 因為石頭在震動 然後我就看到了這輩子幾個 雖然是非常驚心動火 我那時候很想 還蹲下來 弄石頭 我看到一個非常巨大的 鐵塊一樣的東西 就是火車頭 這樣開過來 我想說 為什麼平教道沒有想呢 我就在平教道旁邊堆石頭啊 然後我就知道 為什麼我嬸生會嚇傻了 因為我也嚇傻了 我就在那邊 就在那讚嘆那個火車 然後那個火車頭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就大到讚滿了我所有的視線 然後它就慢慢又變小 然後又走了 然後我就弄在那 然後等我回過神之後 我就知道說 老天爺在告訴我一件事情 不可以做壞事 所以我趕快把石頭清一清 然後還把它排好這樣 然後就回家去了這樣 好 然後後來才發現 其實事實上呢 我們家的那個 其實剛好是在一個採礦的 這個地方這樣 我在這裡堆石頭這樣 那個火車頭就剛好到這裡來 然後往火車站開這樣 那 人生真是就是 如果火車頭再長一點的話 可能我今天也不會在這邊上課了 所以這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 人會養到大 真的是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所以這個是我小學的時候 然後還有第三件事情呢 是 是更有趣 那也是另外一個就是 非常棒的視覺效果 所以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我小時候 我就看到 基本上我在快淹死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可惜 我也沒有看到一束光 也沒有看到什麼聲音 也沒有看到什麼什麼 我就看到很髒的泡泡水 在那邊滾來滾去 後來終於被抓起來 這個的話呢 就讓我意識到了 就工程師是很偉大的 因為火車頭 其實事實上是很大CAN的 尤其是當你快被壓死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我自己造成的 就是 我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 剛好有朋友到San Francisco來 那我就答應他說 沒有問題 好 我就跟你去會合 那我在San Barbara念書 可是重點是 我是TA啊 就是我很窮 然後 他們的事情 譬如說 禮拜二考完 然後我朋友是禮拜三要來 所以我已經寧定好了 考完之後 我就開始熬夜改 改了之後呢 我就熬夜開車上去 然後到第二天呢 就可以在 舊金山大橋迎接日出這樣 然後就可以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人是要睡覺的 然後後來我就從San Barbara開開開開開 然後就開開開開開開到中間之後 就開始果真就很想睡覺 那 我就開下去 然後就在某一個不知名的小鎮的 不知名的加油站 對不知名的停車 我就停下來 然後開始睡一下 睡一睡就是突然覺得很奇怪 好像以前看過恐怖片 然後有點忘記的是恐怖片 還是真的電影 就是有人停在加油站 結果不小心就怎樣 就有人就直接 ㄎㄧㄥ跳進去 ㄎㄧㄥ把你載了 然後把錢拿走了 那我是沒什麼錢 可是重點是 他怎麼會知道呢 他可能是ㄎㄧㄥ把我載了之後 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家伙怎麼沒錢呢 那 就突然嚇醒了這樣 然後我就想 好吧 還是開上高速公路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就開開開開開開之後 接下來這個你們要非常認真聽 如果你們碰到的時候 我開的是福特 Festiva 很輕的車這樣 然後雖然是很輕的車 可是因為我很年輕這樣 所以我開很快 好 就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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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結果呢 我就開開開之後 我是開外線 因為我想說 我其實事實上 精神狀況不是很好 這是完全錯誤的事情 你們千萬不要學 所以我就開在外線 就開開之後發現 ㄟ 車怎麼一直往內彎啊 結果我明明是維持直的 它一直往內彎 我就想 我就捏一下我自己 嗯 不是我睡覺 是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想啊 可能是爆胎了 然後 真的是很愚蠢 到爆胎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你應該怎樣 你應該不踩煞車 慢慢的讓車停下來 它要往哪邊滑呢 你就讓它往哪邊滑對不對 我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說 所有事情都是可以 由奮鬥來矯正的 它居然往那邊 我說我就把方向盤 打到這邊來 而且呢 我開很快 然後它往那邊滑 我還這樣打 所以我也打很快 我打到底之後呢 突然發現 欸 奇怪了 它好像沒什麼反應 所以我再往另外一邊打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 產生了我 人生中 第三個就是 也是可以讓你一輩子寂寥的 這件事情 那爆胎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 它還是會有反應的 當它要不然往這邊滑的時候 我突然往這邊擊打 再往這邊擊打 所以我的車就 撞到這邊的護欄 然後就從這個護欄呢 就飛出去了 因為高速公路真的是高的 中間是凹下去的 然後就看到我這輩子 永遠不會忘記的地名 叫Greenfield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車就直直 就是衝著那個 Greenfield的那一個 招牌就飛過去 And seriously 即使是在半夜 因為我車燈還是開著 我真的就看到Greenfield 我還記得它下面寫 四分之一 Mile 就這樣子 就是飛飛飛到我面前來這樣 我就說 哇 這可能是我這輩子看到的 最後一個景象這樣 然後在這裡 我就要感謝美國政府 就是說 在美國 除了大都市以外 因為他們很窮 所以他們的招牌 都是木頭做的 所以呢 我就這樣撞過去之後 Greenfield的招牌 就被我折成兩半這樣 然後我的車就這樣子 下去之後 翻滾了一圈之後 燈就停下來了這樣 然後就這樣子 就完全的呆住這樣 然後想說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是在夢裡嗎 然後我就看我前面的擋風玻璃 欸一整片還好好的啊 然後後來再轉窗看一下之後 發現我車上所有的玻璃 全部都碎了這樣 然後一些都飛掉了 就只有擋風玻璃 是好好的安慰我說 事情沒有那麼嚴重這樣 然後車臉也都歪了 然後前面是完全扭曲這樣 所以我非常聰明 我下去之後還記得第一件事情 居然就是把安全油門拉起來這樣 免得車爆炸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我從那時候就是穿兩鞋的 就是去後面 還會記得欸 我覺得人真的是在 很危險的時候 常常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還會記得說把兩鞋脫下來 然後換成布鞋 然後就恐怖告訴公共這樣 爬上去這樣 對 然後就求援 然後呢 終於有一輛非常巨大的貨櫃車 就停下來 然後載我到下一個地方 我可以打電話 請警察來處理 然後我那時候打電話的時候 就發現 我不知道是受了什麼傷這樣 因為我以前其實 曾經受過還蠻嚴重的傷 所以知道受傷的時候 剛才都不會痛 那時候真的嚇得到 那時候就摸一下自己的表 因為表面上怎麼都是血 然後就是把 屁股的皮夾拿出來 就是沒張卡 那時候就在找AAA這樣 沒張卡上面怎麼都是血 然後那時候因為時間很緊急的時候 我又沒有時間去找自己 到底哪裡 哪裡有血或幹嘛或幹嘛或幹嘛 然後後來反正通知了警察 然後警察來之後 我才蹲在這個馬路旁邊這樣 然後開始檢查 自己到底哪裡有血呢 然後就接著那個燈光一直找 奇怪 怎麼到時候都沒有血 我是不是已經完蛋了呢 後來才發現 很好笑 我說右手拇指上面就是 有一個傷口這樣 所以不管我摸哪裡 哪裡都是血這樣 然後 That's really amazing 那 警察來做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好笑 警察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我走直線嘛 確定我沒有酒駕 然後我就走直線 然後他問問問問之後 他說好啊 你這個可以拖走 我說好 他說可是你要先繳什麼保證金 我說什麼保證金 他說你把我們的那個招牌撞壞了 所以 所以你就要先賠一半的錢這樣 然後警察真的是太優秀了 我就說可是我沒有帶那麼多錢 他說沒有關係 我們接受刷卡 對 所以 所以 美國有很多鎮 國鎮是很窮的這樣 所以我 我再也忘不了那個 那個Greenfield那個小鎮這樣 那為什麼跟你們講 這麼長的故事呢 是希望跟你們講說 其實每一個人長大 你總是 偶爾會碰到一些 其實你生命會 好像一不小心就掛掉 好 那我其實就是 看今天的報紙 我覺得蠻恐怖的 我雖然平常開玩笑跟你們講 尤其是上一堂課 就恐嚇一下大家 希望大家念臉書 就說我們期末考會考很難 就是如此類的 然後後來又聽說 你們的亮悟老師 就是 良心大發地 跟你們講了 期末考要幹嘛 怎樣怎樣怎樣 解釋得非常詳盡 希望你們不會就當場 這個 哭倒在期末考裡面 我就突然發現我很壞這樣 那 我只是想跟大家講一下 生命其實真的是很可貴的 OK 我們人類蓋大樓 不是來給你跳樓用的 好嗎 真的 就跟 我們蓋鐵軌 不是拿來給你疊石頭用的 是一樣的 所以請大家 無論碰到多大的壓力 可以去找其他的方式紓壓這樣 不要沒事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覺得其實那真的是很可惜 我其實小時候 因為我們家住的地方 前面就是省道 所以其實常常很多次 就差點被車黏死 所以對我年輕的時候 我很難去理解為什麼 我要很小心不被車黏死 所以我不是很能夠理解 為什麼有人會 莫名其妙去自殺這樣 那我可能慢慢當了老師之後 才慢慢發現說 其實每一個人 可能有每一個人的 brain chemistry 可是真的 我其實是真的蠻希望你們 就是說 學不學會這些東西 當然 你學的會很好這樣 but try to really exercise your brain chemistry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你一輩子 能不能用正面的角度 去看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好嗎 那如果你一時找不到方法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tips 其實真的 其實你就是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沒事固定呢 每週要出去曬太陽 相信我 其實有時候人生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當然這個建議對女生而言 他們可能說 我出去曬太陽可以撐陽傘嗎 唉 林黛玉長那樣跟他最後會那樣死掉 是有關聯性的 好不好 OK 好 所以已經講完了所有的故事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開始講一下 Never Stop Equation 那 Never Stop Equation 事實上是個還蠻簡單的 流體力學裡面的equation 只是因為你們都沒有學過流力 所以就變得有點困難這樣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要講的一個東西 是 是這個 就如果大家還記得 如果今天 譬如說我讓一個流體 流過一個diameter d 那如果他今天的 mean free path 事實上是這個L 這L事實上是圓圓小於d的話 你事實上就是在所謂的 hydrodynamic limit OK 那我們今天其實事實上呢 hydrodynamic limit 就是一個fluid 事實上 它事實上在流體的這個 或者說我說regime 好了 免得你誤以為其實只有在 在流體的這個區域裡面 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事實上 會發生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sound wave propagation 那雖然我 講的故事呢 花了很多的時間 可是呢 沒有關係 我還是要問大家 我給大家差不多五分鐘的時間 請大家稍稍想一下 如果今天跟你講的是說 欸像這樣一個東西 我們來驗收一下你們 這個一整個學期上 上課上下來 有沒有長進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一杯水好了 我們都知道事實上 如果你在游泳的時候 就好像說我那時候 淹在水裡面的時候 其實上面的人在講話 你還是聽得到 你還是聽得到 其實這是很神奇的事情 一般你其實在講話 你聽得到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空氣當介質嘛 那水在很多狀況底下 你會誤以為說 欸它是incompressible 就很多液壓系統是 藉由這樣的來做 對不對 那如果它真的是 incompressible的話 事實上就不會有 soundwave propagation OK 所以你在水裡面 就游泳的時候 還可以聽得到聲音 其實事實上是一件 非常好玩的事情 那我只是想要問一下大家 假設如果今天 就你在游泳池裡面 那你在水面下做 所有的實驗 包含敲音叉啊 或者是做detector 跟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去量 soundwave propagation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describe that 譬如說 你可以說很簡單啊 我就把一顆一顆米老鼠 標示出來 對不對 然後我就標示這顆米老鼠 在這個裡面 怎麼跑這樣 那這個是 molecular perspective 那如果今天我們要做這一件事 就是說這是一個h2o的分子 如果你今天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that would be actually very complicated 好 你基本上等於是要 從哪裡出發 你等一下從 Boseman equation出發 或者從Fuckerprong equation出發 然後試著呢 把你所有的東西導出來之後 最後呢 還要導出 它有soundwave的存在 Right 那這個其實 就給你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可以回家問你自己 Southwave propagation 在你們普悟就學過了 Right 它是一個wave equation has no names in it 就波動方程式 那 Can you find wave equation in Boltzeman transport equation Can you Can you find wave equation in Fuckerprong equation Can you OK 所以其實這個才是真的難的地方 而不是數學推導的地方 OK 那這個molecular perspective turns out to be too advanced for the soundwave propagation 所以我接下來其實想要問同學的就是說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描述 在一個liquid裡面的 soundwave propagation 你會怎麼做 What's the right scale to do? Anyone 就是把 如果它在這邊產生生雲的話 那就把它這邊切成很多 多塊 OK 一塊一塊的長 然後一塊 就是從這裡講 十個方塊 它就有十個密度長 然後 因為聲音是來自於密度的改變 是 所以就是 把每一塊的密度 變化量處於它的密度 就可以表示 當然dimension要求這一下 但是就可以表示它 傳遞的過程 OK 很好 所以我以前說 這是source 假設如果你今天對 譬如說它往這個方向propagation 很有興趣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差不多切起來 然後呢 就每一個地方給它一個label這樣 譬如說在這裡 這個位置叫r這樣 那每一個r就會有一個什麼 就會有一個密度 rho 那它絕對不會是完全incompressible 如果完全是incompressible rho r就是多少 就是constant這樣 then there wouldn't be any soundwave propagation 所以 我以前propose的是說 在這裡的話 如果 如果 我今天可以知道rho rho the dynamics which means 那 我只要知道它的density fructuration somehow I don't know the soundwave propagation 很好 非常棒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場的概念 事實上 最漂亮的件事情 就是你要抓對場 所以在聲波的過程裡面 哪一個其實事實上 才是真正正確的場 其實最簡單最簡單 是個scalar field 這個scalar field呢 事實上就是density 或者有些時候呢 其實事實上也可以是pressure OK so both can do the same thing 嗯 那你一旦有場的概念之後 接下來其實就是 怎麼去描述它的fructuration 那可是在這裡面 一件非常弔詭 而且是你維基金門老師 沒有跟你講的一件事情是 剛才威廷呢 就是說 跟我們講說 來 我把它切成一塊一塊 請問一下 我們是物理學家嘛 這每一塊 總是有個什麼 有個size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把它叫delta x 好了 那這個delta x 你覺得要取多大塊 才叫做合理呢 蛤 取抵r 就抵x嗎 好 ok 取dx 所以最後就是什麼 就是infinitesimal 對不對 那這樣合理嗎 這個就變成 如果你是真的科學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維基分之所以會 會 會能夠真的解釋 自然界大部分的事情 是一件什麼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這樣 如果今天你取 就說這樣一塊一塊 然後你說 我就是發揮數學家的精神 如果今天這個廠 要能夠寫下來 那所有東西要怎樣 可以微分嘛 才會有廠的方程式啊 你所有的廠方程式 寫下來上面都有什麼 都有ddxddyddddt right 所以你第一個自然想的 就是說 這個方塊最好是怎樣 無限小 That's mathematically right but that's actually wrong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一個水分子 一個米老鼠的頭 它有多大 Is that infinitesimal? That's small but that's not infinitesimal right 所以 你如果取到 infinitesimal的話呢 你的r 裡面甚至連 一顆米老鼠的頭 都沒裝下去 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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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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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在想這邊 啊 好 真是太優秀的科學家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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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謊到最後自己還會 就是 附上微笑這樣 就表示說 我完全是在框你們的這樣 所以這個 Δx呢 要有多大 其實呢 答案就在這裡 它事實上 要比 mean free pass 來的怎樣 來的大 大很多 可是它要怎樣 它要比第一來的小 小很多 那 所以呢 流體力學不是 放諸四海皆準的 尤其是在現在科技裡面 所以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流體力學 事實上沒有這樣一個 criterion的話 飛機其實大部分時候 是不會摔下來的 哇 對不起 飛機大部分時候是不會摔下來 我意思是說 摔下來的飛機 其實大部分事實上 就是因為流體力學 其實產生了 你微積分沒辦法微的 小小的變化 最後 generate出來 nonlinear effect 所以即使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們都還不是很清楚 當微積分不再適用的時候 嗯 會發生什麼事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你看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我就覺得下面我都不用講了這樣 因為其實下面都是代數 今天都是兩位同學這個 來教我們這樣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描述聲波 你要知道聲波是由density modulation來的 所以你必須引進一個density field 那如果你把它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時候呢 它當然就會跟哪一個位置的r有關係 對不對 那因為你要描述它的dynamics 所以事實上它也會跟t有關係 所以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就是說 那一小塊一小塊 到底要多小 Well 它要夠小 就如果你今天在描述一個水流或幹嘛 所有的測量都是用公分來計算的話 這一個delta x 必須要比那個一公分來的小很多 OK 可是 它必須要怎樣 它必須要比明膚力怕大很多 所以你才可以怎樣 你才可以忽略掉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碰撞 而用一個概念來描述它那個概念是什麼 嗯 場 場 對哪一個場 是嗎 好嗎 almost 我問一下你啦 如果你真的是今天是個米老鼠這樣 你們今天坐在下面這樣 你也是有密度場嘛 只是說我今天寫下密度場之後 它就是從秉淳同學這裡有個delta function 來維廷同學有個delta function 然後這樣一個delta function 一個delta function下去 它也是個密度場 它只是這個場 不太容易微分 可是我們是物理學家管它的 就是delta function 我們也是可以微分 反正就照微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似乎這是OK的 所以 當我們今天 如果取這個框框 比L來的大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引入哪一個場 如果同學可以把這個填起來之後呢 那我們今天上的所有課的重要概念 都是由你們自己冒出來的 那我就會很快樂這樣 你看啊 就像我們之前在教溫度的時候 一個例子可以有溫度嗎 兩個例子可以有溫度嗎 溫度事實上是個collective phenomena 溫度是這個一個巨大的系統 無知的程度就叫溫度這樣 那溫度越高 無知的程度就有夜嚴重這樣 在這裡我們缺一個場 可是不是密度長 可是不是密度長 所以是什麼場 嗯 壓力嗎 誰說的 怎樣 壓力嗎 你是亂猜的嗎 呃 是 剛剛提到壓力 就是說密度為壓力 對 為什麼是壓力場 就是要很多分子才能有那個 看有那什麼 一些事實在 然後壓力一定是這裡面 其實其中一個 嗯 就是要很多分子才有 真的嗎 嗯 嗯 Yep 所以事實上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 這一個Limit 告訴你 Emergence of pressure fill 所以我覺得很棒 所以你仔細再回去想一想 其實我們學 所有的壓力怎麼計算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是沒事 就是說 欸憨憨啊 一顆粒子過來 碰撞一下 你真的突然受一個粒 然後又過來 碰撞一下 其實你很難用壓力去形容它 有人會 就是說 你今天拿亂槍在那邊掃射 牆壁的時候 有人會用那個 用壓力來形容這件事 不會啊 因為你看到牆 牆上並不是說 突然受到壓力往後動 不是 你是看到牆上怎樣 破了很多洞 Right 嗯 所以其實事實上 當我們在用這一個尺度底下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比 mean free part 來的大很多 所以這一塊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一個指點 雖然它不是指點 它上面應該至少有一萬 或者是 數百萬的 米老鼠在裡面 可是因為撞撞撞撞撞撞到最後 已經撞成 可以撞出一個well defined的平均值 那那個平均值 就是我們一般稱的壓力 所以壓力事實上 在 molecular scale 底下 事實上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那我今天這樣一講之後 你不是就立刻理解了嗎 Right 所以壓力事實上是 cross ground 出來的 那你仔細再想一下 其實 一般來講 如果你 brand chemistry 不是太偏離正軌的話 其實也是這樣的 如果全班只有你這位同學 除非你碰到真的很機車的老師 不然其實你很難感受到自己是第一名很high 或是最後一名壓力很大一定要進步 沒有吧 因為全班就只有你一位同學這樣 所以其實在某一個程度上 壓力其實是個collective phenomena 所以試著去了解這件事情 即使是對於非常無知的米老鼠分子來講 壓力其實事實上是什麼 是周遭的米老鼠分子沒事一直怎樣 彼此亂撞 撞完之後產生出來的一個概念 So that's something amazing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接下來的推導裡面 我們不會再看到relaxation time because we assume everything is relaxed OK 好 很好 太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好 好 這樣子的話我們不使用密度長 我們不使用密度長 喔沒有 我只是說這一個requirement 之所以要成立的原因不是 是因為我們這樣最後會有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這個新的概念就是我們用壓力長 來取代分子之間的碰撞 我們學Bozeman Transport Equation的時候 我們前面導出來有connected terms對不對 雖然看起來數學有點嚇人 然後有很多項 可是其實他們是什麼 比較簡單的 比較難的是右手邊那一項 就是collision造成的 所以我們用一個relaxation time approximation 那我們這裡就是想要做同樣的事情嘛 collision is pretty hard to deal right so you dump it 那你這裡你想把它丟掉你要做什麼事 你就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一塊裡面有 比如說一億個米老鼠 一個新的概念出來是什麼 就是壓力嘛 所以你仔細想一下這件事情 你就會突然發現其實壓力是很漂亮的 壓力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呢也希望你們回去想一下 就壓力在你們普遍的時候有兩種奇怪的講法 一種是說你受的大氣壓力是什麼 是你們頭頂上面的 整個空氣全部的什麼 重量就是頂在你頭上 那我在國小的時候就知道這個 我就在想說wow 那我去測試看看 你就突然在這兒 你也知道如果你頂了一本書造成壓力的話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突然頭歪一下 你就看一下那個壓力 就是空氣壓力是不是會突然改變 如果這樣空氣壓力會突然改變 我頭應該會突然冒出兩隻腳 你可以回家試試看 It never happens 那空氣壓力有另外一個解釋是什麼 是數以億萬計的空氣分子怎樣 就幫你在massage 按摩你的頭皮這樣 所以基本上呢你遭受到的空氣壓力 其實只跟你空氣 只跟這一坨小小的空氣有關係 其實跟上面的重量完全沒有關係這樣 那這兩個定義其實是完全相左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學過物理的話 你應該知道第一個定義其實應該是錯的 It's just hard to believe 就是說你就是頂著這樣子 那歪這一邊的就不算了嗎 那我如果頭這樣子呢 那空氣分子還真的這麼認真的 就是算一下我頭的陽角是多少 然後還算一下所有的東西 然後給我適當的壓力嗎 嗯 那這兩個之間的discrepancy呢 你們自己可以回家想想看 好不好 嗯 好 其實如果L跟D差不多大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問題 如果L跟D差不多大的時候 事實上呢 我們就不能用hydrodynamic 去描述這個系統這樣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沒有 讓水流流過一堆像分子大小一樣的東西 其實事實上 你就沒有辦法用正常的這些東西去描述 那這是為什麼在我們一般 比如說我們拿最簡單的狀況底下 就是即使沒有到這個limit 比如說我們的心臟 其實就是已經很難用hydrodynamic去描述這樣 嘿 我們的血管 的循環 對 如果你今天就把我們的血管全部copy起來喔 然後就用矽膠做 然後你的心臟要 達到我們同樣的供氧量的話 那個pump大概是有人計算過 就是你請一個工程師去設計 好像是要一萬多倍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so which means that 當你一般常常在講說 你心臟是讓你血液循環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他是最大工程 可是他其實不是 他不是the only driver 這樣 and that's why this whole thing is so complicated 那再加上裡面所有的東西 其實不是exactly可以用 比如說neverextile equation來描述 so 所以當那兩個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意思就是他會變得很難 那意思就是說他會變得很有趣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個重要的問題 是在那個region的時候 yeah 你就可以靠那個問題 吃喝這樣 很好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Oh by the way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所有的物理現象 所有的物理現象 你如果有個small parameter 他通常就會怎樣 比較簡單 如果那個small parameter 沒有辦法 被找到的時候 通常那個問題就會怎樣 比較困難 在這裡的small parameter 是什麼呢 在這裡的small parameter 是L除以D 那在effusive limit的時候 是倒過來 對不對 是D除以L 可以自己回家 回想你所有簡單的問題這樣 其實事實上所有的問題 都幾乎在物理學期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當你有一個small parameter的時候 其實那個問題通常就比較好解 And when you cannot find any small parameter then pretty much all the theoretical method that we learned yeah will fail 好 還沒其他問題 good 很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把現在這一些物理的概念寫成數學 那這個概念其實可以用這樣的一個三角形來了解 我們剛剛講了 其實你有個密度 那我後來也講了 事實上如果你想要把collision描述出來的話 它有個pressure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 它會動嘛 來 所以呢 事實上 有個向量場 那其實你接下來要看的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之間的關聯性 好不好 那這些關聯性呢 就會給你一些fundamental equations 所以我們來導最難的 我們首先來導最難的呢 事實上是pressure跟velocity之間的關係 我們知道壓力事實上 有壓力差其實這個東西才會動這樣 所以很顯然的壓力差其實是這個東西會移動重要的概念 那我們在這邊其實可以直接畫一個剛才 郭同學propose的一個cube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它受到的力是什麼 它這裡基本上 因為有pressure 所以在這上面其實會有小小的力 這個上面也會有小小的力 那這個的話呢 事實上是pressure at x plus dx right 乘上這一個面積是 dy dz 那這個的話呢 事實上是pressure at x dy dz 所以你就發現這一小塊它受的一個 x方向的力 事實上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兩個加總 那這個是正的這個是負的 所以它變成是負的px plus dx minus px dy dz 所以你發現這一個小小的cube 它事實上最後受到的力其實是負的dp dx dx dy dz 所以你現在可以直接寫下來 所以你現在可以直接寫下來 F的ma 那這一小塊這個方塊它其實上呢 rho dv dt 其實就等於壓力造成的什麼 pressure 還有呢 就是 其他比如說重力造成的體力這樣 oh sorry 我已經寫向量了 所以這是x方向你可以把其他的都導出來 那它應該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在這邊的話 已經就是偷偷的把那個體積除掉了 因為這個其實應該是m乘上dv dt 對不對 那那個m的話 事實上當然就是它的密度乘上dx dy dz 那因為大家都是dx dy dz 所以你就全部把它消掉就好了 哼 所以你最後寫完呢 它就長這樣 那通常一般我們的習慣是會把 軌點b一向過來這樣 然後就寫成是這樣 然後就寫成是這樣 很簡單 所以不要被嚇到了 所以事實上我稍要說明一下 這一個其實在某一個程度上你可以說這個是什麼 這是collision induced force 那它真的其實就是這樣 只是你以前在教pressure的時候 其實老師沒有真的很認真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pressure真的其實不是只是 什麼力出與area這種事情這樣 那個其實事實上只是非常非常簡單的情形 那才是對的 其實壓 就是說液體事實上會施壓 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件事情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intermolecular collisions OK And then this is really just something like bulk force For instance like gravity Electricity and other things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只需要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kinematic modification 就是不要忘記了流體力學裡面 DDT 事實上就等於在個別的場裡面 做到的V'的gradient Right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之後呢 它就變成是Vrho rho乘上 討厭 partial V partial T plus 再來的話呢 是 rho V dot gradient V OK 然後最後呢 再加上 gradient P 就等於 external force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得出來的 看起來有點恐怖 可是事實上 它背後其實只是F的MA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Euler Equation OK 好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哪一件事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其實 我在這邊還是在強調一下下 就是說 我真的覺得其實有時候 抓住這些大的脈絡其實比你 就只是去follow我所有的細節來的重要 尤其是我的筆記 其實都已經要給你們了 如果你回過去問一下你自己 當初你在導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想到這個 triality 就是這個 三位一體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現實上 導的這個東西 就是Euler equation 我覺得那就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了 velocity跟pressure之間 它們怎麼連結 而且事實上呢 你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Euler equation 整個的賣點是什麼 整個的賣點是 它告訴你這一個 density field的什麼 這速度長的dynamics but that's not the dynamics we want right 如果今天威廷的猜想是對的 we need the dynamics of density field not velocity field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 大家想要知道哪一個呢 好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就來導rho跟v好了 就是說rho跟v之間 有什麼關係呢 有沒有同學知道rho跟v之間有什麼關係 連續方程式 連續方程式 所以這裡呢 就是continuity equation 很棒喔 所以事實上 你需要寫下來的就是 d rho dt t加上divergence of rho v 就等於0這樣 這告訴你說 水分子不會憑空消失 所以這是 第二個 equation 很棒 最後一個呢 是第三個 rho跟p之間 他們有個關係這樣 那這個關係呢 就是我們以前學過的 所以呢 所以其實我根本沒有教你們任何東西嘛 這哪一個 equation 你沒學過 那 continuity equation 其實你們在高中就學過了啊 它只是有另外一個名字而已啊 對不對 你們只是用這種很奇怪的方式去學它啊 還記得嗎 完全不記得嗎 就那什麼 rho乘上 a 乘上 b 等於常數啊 那個就是 continuity equation 那 all in love equation 其實你們也學過啊 有人知道它的高中變形是什麼嗎 答對了 就是 b 方程式 所以我覺得人生真的很好賺啊 你把 all in love equation 拿來做積分之後呢 就變成 Bernoulli equation 那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都敢在怎樣 敢在微積分 廣為科學界接受之前 你現在就說我隨便找一個 譬如說那邊要 stop equation 我把它拿來積分 然後把積分的縫寫下來之後 它太好我可能名字放上去 你做你的千秋大夢 那 因為現在微積分已經變成大一必交對不對 所以你就沒有這種機會了 但那時候並不是 所以 OK 所以其實事實上 你真的不要覺得很困難 我今天其實沒有教你任何新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最後來看的是 p 跟 rho 之間長什麼樣子 那它事實上呢 我們現在其實 教的 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其實在這邊弄一個小方塊 它其實就是隨著一個東西 叫 string line 就所謂的流線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流線型就是從這裡出來 流線型就是說 你今天在運動的時候 你希望你的所有列車有沒有 是 cut 沿著某一根流線 去做形狀 那那一個形狀出來就叫流線型 那為什麼是叫流線型呢 那是因為在沒有 turbulence 的時候呢 theoretically 如果你是流線型的話 比如說你在這突然用一個障礙物 弄起來的話 它跟它之間不會有任何怎樣 阻力 因為它就留它的這樣 那每一個 string line 在這邊 從這裡 跑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這樣想 其實它中間發生了很多 collision 那為什麼這個 string line 最後會穩定 它之所以會穩定的原因 事實上是 它其實 energy input average to zero 所以這一小塊的東西呢 它事實上會隨著這一整塊 因為有壓力 所以有時候會變大 變成比如說長方形 有時候會變小這樣 那因為我們其實是考慮 isotropic 就是說這個 P 只是個 scalar 所以它其實 cube 就是變成大或變小 變大或變小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裡面的這些 fluid 可以把它當成是 ideal gas 那 ideal gas 的話 這一個過程是 adiabatic 就是沒有任何 adiabatic 沒有任何 entropy 進來這樣 那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 flow line 就 streamline 的存在有沒有 就告訴你說這個系統 其實它沒有 在整個流動的過程裡面 它沒有變比較亂 那所以每一個 streamline in principle 就是各自過各自的 那它們沒有攪動在一起 意思就是說它們其實沒有交換能量 它沒有交換能量 所以每一個 streamline 上面的 cube 有沒有 都是處在絕熱的過程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當你今天大喊的時候 事實上你聲波傳遞速度 就不會是你交的那個公式 你那個公式要對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空氣 必須是在絕熱的過程裡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其實突然有大風過來 你在逆風的狀況底下大叫的話 其實事實上你測出來的聲速公式 就是不會是你以後學的 比如說我們待會看到的 那個公式這樣 OK so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你現在學到這些東西 事實上必須是在流線存在的狀況底下 它才是對的 那你怎麼去看到就是說 流線有沒有存在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譬如說 或許我們這裡搞不好就可以看得到 這太小了 所以 你們回家自己拿水龍頭試一下 像剛剛如果你把水龍頭弄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事實上是透明的對不對 你轉到大到某個程度之後它怎樣 它就會變白白的 好 你們可以自己回家試試看 那所以在很小的時候 也就是在實驗室的時候那種 就是說 在很小的時候事實上你看起來它是透明的 然後當流數到了某程度之後它就會怎樣 變白 你甚至可以轉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境界 那個柱子的上方有沒有 因為還沒加速 所以事實上是透明 然後在下面之後就整個糊掉了 那為什麼會那樣 為什麼會那樣的原因就是 Stringline 其實只在上面存在 下面的話它們就互相糾結 Stringline 就會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這樣 所以在那種狀況底下 所有的 propagation 都會被打亂這樣 OK 這也是為什麼就是飛機本身 事實上是個非常非常複雜的行業 沒有人可以在飛機飛的過程 你下次看一下飛機飛的過程 就是說飛機飛的過程 你在起飛的時候 你看一下它的機翼旁邊 它如果都維持完全透明 然後就是可以這樣 Crystal Clear 看過去 飛機不會起飛的 所以飛機會起飛 一定會造成Turbulence 可是你希望那個Turbulence Will not kill you OK That's the difficulty 所以這個概念 雖然我現在沒有辦法 繼續跟大家講 可是它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其實就在做一件非常 無聊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把飛機 在停機坪下來之後 就開始在開 然後它旁邊其實事實上 就有個非常穩定的流線 是那個Limit 那這個Limit的話呢 那個公式就非常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學過的 P乘上Rho的負γ次方 等於一個常數 或者我們可以說 Platial 事實上就等於一個常數 再乘上Rho的γ次方 所以這是第三個 好 所以三個東西其實全部都到位了 你現在有三個常 你現在好奇的是Rho的dynamic是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就從 直接從continuity equation出發 Hopefully 我們就可以找到 Wave equation事實上是很漂亮的 藏在這個三角形裡面這樣 OK So let's try to find the wave equation A wave equation 那因為我們其實知道 我們是要看它的dynamics 所以我們出發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D Rho D T 加上 Gradient Dot Rho V 好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要用到的是 有點 tedious 就是small velocity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今天事實上所有的流場在動的時候 你是假設 這一個velocity is actually small 然後呢 你的gradient rho 或者你的d rho dT 這一些東西事實上都是 small parameter or small quantities 那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你所有的flow equation 可以被簡化 那在簡化這個過程裡面 它有個特別的名字 它叫linearized 那 linearized in the sense that is linear in v or gradient rho or d rho dT 所以這一個equation 你如果真的把它寫下來 它其實事實上是d rho dT 加上 rho divergent v plus gradient rho.v 等於0 OK 所以 which term to keep this apparently is linear 它是rho的dynamics 這個是什麼 這個v是small number 那rho的話 不要忘記 rho本來就有個rho0 所以它是0s order 不是first order 所以這是linear 這是linear 可是這一項呢 這是gradient rho rho的尾分 rho0是constant 所以gradient rho事實上是small quantity this is also small quantity so the two small quantities which means quadratic 所以這一項可以被丟掉 所以呢 我們的continuity equation 只有這兩項 那你怎麼 接下來去找wave equation well 你就把它微分就好了 那你把它微分之後呢 就變成是d平方 d t平方 d t平方 加上這個微分 這個微分是什麼 d rho d t 再乘上divergent v 再加上rho gradient dot d v d t equal to 0 right OK 好 你再微一次之後呢 你又發現一件好玩的事情 你可以繼續化解它 對不對 哪一項可以被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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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起來現在很恐怖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反正它已經small quantity 它本身small quantity 它的微分變化 其實是同一個order 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上 是linear term 這一個是linear 這個是linear 所以這個是quadratic 所以事實上 這一項 可以把它丟掉 so then you got something which is rather simple from the continuity equation 就是d rho d t平方 加上rho gradient dot d v d t equal to 0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階段性的結果 所以我們用到了 這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 再繼續看一下去 那很顯然這個 不是我們想要的嗎 然後 我們接下來呢 你以後就 長大以後你就知道了 如果描述一個現象 可以用存量長的話 沒事就不要怎樣 用像量長 除非你覺得你數學太好這樣 which will never be the case ok 這個不能插這樣 所以在這裡其實面臨到一個挑戰是說 你是要把v留下來還是 還是要把v代掉 那我可以給你一個誠心的建議 當然就是你就是把v代掉 事實上我為什麼要再維持 就是因為想把v代掉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把d v 底 t 用euler equation 代掉 那我們要稍稍回去整形 看一下euler equation 長什麼樣子 我自己有點忘記了 d t 加上v dot gradient 作用在v上面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軌點p 就等於f external 這個是我們的euler equation right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在畫簡 就是 what's the linear version of the euler equation well first of all 我們現在看的是 some way propagation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事實上 some way propagation 是會受重力影響的 只是它很小 所以我們就暫時忽略它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先假設 你的media呢 是在太空車上面 就是失重狀況這樣 好不好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yeah 你就幹掉第一項了 第二件事情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v是small number 那你d v dt issmall number 所以這個第一個 是linear term 第二項的話 是v dot gradient v 還有兩個v 所以它事實上是什麼 是quadratic 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這個small field 的limit下的話 其實 如果你流體力學比較熟的話 這個d dt呢 就差不多等於d dt這樣 很簡單 所以你把它寫下來之後 你就發現d v dt ok 然後sorry 我漏寫一個rho rho 再加上gradient p 就等於0 多好 超簡單的 所以你就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所以呢 upon substitution you got this that you got a row in front and then a divergence with 這一個東西進去是什麼呢 是負的1 over row right and gradient p equal to 0 那符號的話呢 可以被拉到外面來 那這個我就不用再寫了 好不好 就是gradient rho跟gradient p 當然也都是什麼 small parameter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個gradient 是先圍到1 over rho的話 它會圍出一個gradient rho 除以1 over rho平方 然後後面一個gradient p so that's actually what quadratic order which is small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就把1 over rho當什麼 當常數就好了 那你把它當常數出來之後 你就賺到了 好 因為它就燒掉了 所以呢 那這兩個寫在一起很簡單 divergent gradient p 就是laplus p 所以呢 你就得到了 這一個 所以你看 當你其實今天知道這個三角形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會有困惑 你真的知道你一步一步 這個接下來的數學是在幹嘛 所以你現在其實就成功了怎樣 我們這個三角形裡面 事實上有兩個純量場 一個向量場 那 it's actually something terrible 那 因為你知道你最後一次在找這個的廠方程式 所以一開始有一個向量場之後 你把它帶掉 那你現在至少把整個問題化解成什麼了 經過這個第二步之後 你現在真的把問題就集中在 rho跟 p 之間了 你的確得到一個廠方程式 這個廠方程式 是指跟 rho跟 p 有關 just two scalar fields then that makes things rather simple so that's the last one 所以我們最後呢 就是要把 p 跟 rho 帶移掉 那我們怎麼把 p 跟 rho 帶掉 你用到是這個樣子的 你去看一下 the plus p 事實上是等於 divergence of a gradient p 那 pressure 的差異事實上 是由 density 來的 所以這是 gradient dot dp d rho a constant entropy 就是決熱過程 然後再怎樣 再做 gradient rho ok 那接下來是什麼呢 接下來你可以圍它這樣 那一般來講 這個其實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稍稍回憶一下 我們有個東西叫做 adiabetic compressibility 這個adiabetic compressibility kappa is defined as 1 over rho d rho d pressure a constant sigma 所以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對這個系統 我改變一下壓力 我看一下密度怎麼改變 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為什麼叫做 可壓性嘛 compressibility 那為什麼要除掉 rho 那當然其實很簡單啊 你密度越大 你同樣壓力去壓它的話 它出來會 linearly proportional to rho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其實事實上 可以 more or less 就是assume說 其實你這一整個東西出來 因為 rho本身其實事實上 也是有固定rolling的值 然後最後再加上一些小小的fructuration so to some extent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差不多在一個固定的流體裡面 當時是幾乎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倒過來 你可以看到 rho乘上 然後 kappa s 事實上 是等於 d rho跟p實在長得很像 d rho dp sigma 就等於 dp d rho a constant sigma 所以這一個東西 就會差不多等於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1 over rho rho kappa s 然後再來的話 是 la plus rho 那你就大功告成了 你在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 跟這個 可以結合在一起 最後給你的一個 是d平方 rho d7平方 就等於 rho 0 kappa s 分之一 la plus rho and that is the famous wave equation ok and by comparison you can also get out the speed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是t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什麼 是c speed of sound 所以呢 speed of sound c s 是像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 根號 rho 0 再乘上 kappa s 分之一 這個是 general的 expression 那如果你繼續用 我們之前學過的ideal gas的話 你可以直接再把它算出來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 1 over rho0 kappa s 其實事實上就是這一個 對不對 那這一個很好算 這一個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pressure事實上是c 再乘上rho的gamma次方 所以你把尾分的話是 就變成gamma-1 gamma-1的話呢 就是gamma p再除以rho 那你再用一下就是說 p是等於什麼 p等於n tau 對不對 那rho是什麼呢 rho就等於n 就是n乘上每個molecule的m 所以n跟n就消掉了 所以你最後得到這一個 其實事實上就是gamma tau 除以m ok so that's quite simple 所以這個我們就 不用再算了 好不好 所以你最後就把這個開根號 然後就得到根號 gamma tau 除以m 那這個就是一般你 升數的公式是從這裡出來的 那如果你今天gamma tau 除以m 你把tau 用室溫做expansion的話 你就會得到你們以前那個 我也記不得是什麼的 就速度在 室溫附近的那個 linear dependence 其實它不是嘛 就其實事實上它是 square root tau tau是絕對溫標 那當然所有的函數 只要是smooth的 你在室溫把它展開 當然都是linear 所以那個之所以 就是說什麼隨著溫度 會什麼線性增加 什麼什麼那個 那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近似跟幻覺而已 嗯 OK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Good 那我在這邊其實 希望大家 就真的可以去 稍稍想一下的 其實是 就是 你從這樣的一個 如果我們當初 其實在做 整個所有的場的時候 你怎麼樣 其實可以 去想到說 其實真的描述一個流體場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三角形 那這樣一個三角形 它其實牽扯到 三個 fear equation 這三個fear equation 它其實扮演不一樣的角色 那其實沒有任何一個物理 是你沒學到的 它其實在某一個程度上 只是你轉譯的功能這樣 那轉譯其實沒有像你想的這麼簡單 如果你有用過Google Translator 你就知道 Right 欸 seriously 就是說 actually quite some fun 好 你最常好玩的東西 就是 把它翻過來的東西 有沒有 你再弄一次 讓它再翻回去 然後 好 你最後慢慢的 經過好幾次 本來應該是反函數 最後就是 欸 其實你弄出來的東西 跟後來的東西是完全無關的這樣 好 那其實在這邊 我希望你們學得到 也是這樣一個轉譯的 的工作這樣 嗯 那我們今天其實因為 時間還剩下五分鐘 所以 我就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我們怎麼把 viscosity 放進來 那最後 你得到的 equation 會跟這個 有一點點的差別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一個 概念 就是說 viscosity 引進來之後 在 視覺上面 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效果 你可以follow 所有流行語學的書 那 其實你可能就會 迷思在很多 partial derivative裡面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 你有 viscosity 的時候 它到底跟沒有 viscosity 有什麼差別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沒有 viscosity的時候 你沿著一個 string line 你去看一個 cube 它其實事實上呢 我畫誇張一點點好了 比如說壓力不同的時候呢 你原先那個 cube 會怎樣 會變大縮小 變大縮小 可是這裡面其實有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性 是什麼 a cube is always a cube 它會rotate 可是 那一塊 像方塊一樣的東西 它怎樣 它永遠都不會變形 為什麼 蛤 為什麼 isotropic isotropic只是說 OK isotropic是告訴你說 它不會變成長方體這樣 那所以我現在可以讓它不是isotropic 所以它 它可以變成長方體這樣 可是事實上它每一邊呢 都還是直角 所以這裡面其實缺了一個 新的物理的概念 這個物理的概念是什麼 這個物理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事實上這裡缺的是一個切韻力 就是事實上這裡缺的是一個切韻力 只有切韻力才會怎樣 讓這一個 如果今天呢 它有 viscosity之後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它就可以 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所以聰明的你 如果 知道 整個 shear 造成的 概念是這樣的話 你想去描述sear stress 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量 那你要注意看一下 這是我剛才跟你強調的 如果你今天回到Euler那個時候 像stalk 你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這個是直角 意思就是它是pi over 2 會有shear force 就告訴你說什麼 這個會變成是 不是直角 就是2分之pi 減掉θ 那θ apparently is a small number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邊畫一個角度 這個是θ角 所以其實如果你知道來龍去莫的話 其實你就很容易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定義 那我就算出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sure force給大家看 所以在數學上面意思就是說 我們原先pressure 是一個scalar field It turns out that this is not sufficient we need pij which is a tensor 所以你立刻因為有摩擦力呢 就把你的問題怎樣 立刻升階這樣 你要記得一下 這個三角形 本來最難纏的是誰 是這個 現在不是了 當有viscocity的時候 這是個tensor 所以它變成1 2 3 你看多好 完全很漂亮的對稱 告訴你 就是1階 2階 3階 so 對不起 這是0階 1階 2階這樣 so it's a scalar it's a vector it's a tensor 或許下一次印數的時候 我應該把這個 就順便交上去這樣 so that's a big jump 那我們剩下的時間 只夠我們偷偷 就是跟你解釋一下 你怎麼去把pij算出來 所以譬如說我們今天 如果取一個coordinate 我取一個xyz 好吧 那我怎麼去算出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去看 p 對不起 yz 也就是p23 你可以這樣想 在這樣的coordinate底下 我本來事實上 是有一個 正方形 它跟著street line 留一下之後 就斜掉了 很抱歉 很抱歉 我畫的有點後現代這樣 this is always very difficult 還在笑 嘲笑老師 期末卡會有抱運動 好 所以呢它最後就歪掉了 它真的歪得很嚴重 嗯 那我們現在想要看一下這個theta 你怎麼去描述它 那你就必須想一下 這一點跟這一點 為什麼最後會有切音力出來 其實事實上是因為 這一點的速度 跟這一點的速度怎樣 不一樣 所以這一個距離是多少 假設如果這個是t 這個是delta t的時候 這一點的距離 事實上就是上下的速度差 乘上delta t 對不對 也就是delta v 譬如說這一個方向是y 乘上delta t 那delta vy是這一點的velocity vy 跟這一點的差別 which we know is dvy dz times dz times dt 直接寫d t 直接寫d t 好了 那角度怎麼算 well 你如果這個形變不是太嚴重的話 這個是多長 dz right 所以這個theta angle 怎麼隨著時間開始改變有沒有 事實上可以直接被寫成dtheta 就是theta的變化量 其實可以被寫成是dvz dz dz dt 再除上這個邊長這樣 這個邊長是dz 所以它就消掉了 所以你最後會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簡單的結果 就是dtheta dt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d oh sorry 這寫錯了 這是dvy dz 我為什麼到這會突然變成vz呢 所以你會得到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們之前其實事實上有學過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有d 其實是等於負的eta 再乘上area 再乘上比如在這個case裡面 是dvy dz 所以你把這個area除過來之後 事實上就是你的pressure 所以你知道 你的pressure 23 which is f divided by area it's basically just minus eta dvy dz 所以你看 就是說當你今天velocity 沿著垂直方向有gradient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會造成你pressure的off-diagonal term 那可是這個還不是 這一個twist的story 你去想想看 這個原來是直角 然後因為在這個方向可以這樣做sure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種狀況也會做sure 那個是什麼呢 那個是說如果你今天沿著這個方向 那我就更不會畫了 所以呢我必須要看一下我的小抄 好 good 果真有看小抄畫的就比較好這樣 你去看一下這個面 它收到的是 這個是二分之pi 減掉theta 這個是從哪裡造成的 這個是說如果今天vz在y方向有差別的話 也就是dvz dy不等於0的話 它其實也會有這個角度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把它從這裡抬到這邊來 這個的話呢是把它從這裡抬到這邊來 那這兩個角度其實在角度小的時候是直接加成的 那這兩個可以直接畫在一起 所以它這個會往變這個樣子去扭曲這樣 所以其實你就把兩個component全部加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最後呢我們就得到了p2 3 其實事實上有兩個component 其實事實上有兩個component OK 那從這的話其實你可以直接generalize 就其他方向我就不用再寫了 pij基本上就等於-eta dvi dxj 加上dvj dxi for i not equal to j 所以你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整個pressure 它off-diagonal term就會造成的現象 鴿子在點頭這樣 good 所以 在這邊其實 這個數學你們可以回家自己再算算看 可是在這邊我希望強調的一件小小的事情是說 因為viscosity 的存在 OK 你的pressure它本身不再是一個存量 意思就是說其實事實上在真正的液體裡面 在真正的液體裡面 如果你今天有這個面 它上面受的力其實不是什麼 不是垂直的它事實上是斜的 OK 所以所謂的 就你們以前常常學過 那我也覺得中文其實這個翻譯得很爛 就是說其實壓力不是力對不對 你一般所謂的壓力其實是壓力造成的力 英文比較容易就是the force induced by pressure right 所以這個的話我就會覺得其實 在台灣海峽另外一邊它的翻譯就比我們好這樣 它們至少沒有翻成力 它們翻成壓強這樣 所以壓強造成的力就變壓力 是這樣嗎 好 那 所以在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update 一下那個知識 就是在液體裡面不是說今天表面是這樣 然後它的pressure就一定是這樣 它其實事實上可以是這樣 而且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它之所以會歪掉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黏制力 是因為黏制係數不為0 所以試著把這個放進你新的database裡面 那一旦你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all-law equation 稍稍改一下下 you can basically work out all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pressure and then you will get 這個是之前的 還記得嗎 這個是F的MA的MA那一部分 那本來的公式這裡事實上是有個負的gradient p 再加上f external right this is only the equation 那你現在其實只需要把這一個改掉就好了 你就把這一項改成是負的 d p i j d d x j ok 那在這邊的話我是偷偷用了 Einstein's summation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它是等於 d p i x d x x 加上d p i y dy 加上d p i z d z 所以你當然可以看得到 如果今天沒有off diagonal term的時候 這個當然就會變成 dp i x d x d d x x d d d x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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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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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xd 那同樣的 Navier Stoll Equation 背後也藏了一個 Wave Equation 只是這個 Wave Equation 裡面的 Soundwave 就不會連續性的一直 Propagate 它事實上會怎樣 會慢慢慢慢慢慢的停下來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想一下 Soundwave 的 Propagation 的時候 其實它是非常有趣的 基本上 如果你回去看一下你們以前在導 One Dimension 的時候 你會把它當成是一小管一小管的圓柱有沒有 那圓柱有時候變大有時候變小有時候變大有時候變小 如果是那樣子去導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 Soundwave Equation 就可以一直無限制的 Propagate 下去 所以在這邊其實是告訴你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當你今天就是說在導 Soundwave 如果它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 垂直的這個柱面 它其實在 Propagate 的時候會怎樣 它其實有時候會斜掉有時候會往這邊斜這樣 那因為它這樣斜有沒有 所以最後呢你的 Soundwave 就不能 Propagate 所以你仔細想一想其實是很有趣的 基本上就是因為那個空氣分子那一小塊一小塊會扭這樣 所以會扭來扭去 所以你的聲音就沒有辦法傳到無限遠的地方去 So that's actually something pretty cute OK 所以你在這邊其實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我在筆記裡面有非常詳細的 把 Pij 的所有的縫導出來 然後也把它最後對應到的 Wave Equation 導下來這樣 那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打打看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上課呢就上到這邊 謝謝 那下一堂課是我們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然後我們會教 Quantum Transports 我自己會覺得是非常有趣的課 所以如果你想看一下你們的量物學到的東西 做推廣之後就會達到什麼樣奇怪的境界 你下一堂課真的可以來這樣 其實你看一下我們從教 Propagation 一直這樣跑過來 其實基本上都只是在替大家複習 Classical 的 Field Theory 也就是說如果你大二的電磁學跟理論力學有學好的話 其實你這一些課應該都會覺得很輕鬆自在這樣 可是下一堂課 we have new ingredients 就是說 譬如說 yeah 基本上就是要挑戰你們過去學到的就是 你們現在可能對於學 Strong Requestion 就是把很多能階導出來 那用能階來描述一個量子系統是正確的嗎 它一定是錯的對不對 因為你們解出來譬如說 氫原子模型把它解出來好了 那你解出來之後不是有一堆能階嗎 那你不是常常說 欸 東西在2s 的時候它不是會掉到 1s 然後會放光嗎 它怎麼會放光 如果你們課本解出來的 2s 的 way function 是正確的話 你一開始把它擺在 2s 請問一下它最後 跑到 1s 的機率是多少 right 如果你們量物剛好考這一題的話 你一定要寫0 如果你寫不是0的話你可能就被打錯了 那可是如果這是0的話 那譬如說 那我們系上做光學 老師他們實驗室裡面看到光譜都是什麼 都是幻象嗎 所以事實上是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老師們為了教學方便起見 就是沒有教給大家這樣 那一個概念其實很簡單 那個概念就是你們學過人能接的這一個概念本身 事實上是有瑕疵的 OK 那我們下一堂課就是要來看一下 這個瑕疵最後會造成一個非常漂亮的量子現象 OK 好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邊 謝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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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